好,那你們其實也可以把這個題目的問題 丟給Charlie Bt 跟Germyn來試試看 那我這邊底下有一個敘述啦 那我就丟這個問題給他好了 就幫我寫個Pion乘4 然後把規則跟他講一下 而且用4回圈輸出 13個星號 然後前面加空白輸出等腰三角形 不過我想說我隨便問一問看 那邊有答案 結果他們其實做結果好像就是我要的 其實我問的很簡單 但我發現他真的可以 不用跟他敘述太... 不用解釋太清楚 他好像就可以了解我的敘述 所以有的時候我以前可能會 描述的非常詳細 後來我發現好像可以先不用 有的時候你可以先大概跟他講一下 如果他懂的話那就直接OK 可是如果不懂沒關係 你在後面可以再跟他 就是修改一下你的問題 或者再補充一下 讓他知道說原來你的問題 有些地方可能跟他的理解是有錯誤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問題丟給他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缺LGBT 這個結果的話他就有沒有 把這個問題丟上去了 然後他就幫我寫出來了 他就幫我寫出一個什麼 4的循環輸出 他這邊的裡面的註解其實都是簡體字 當然我們來Copy一下看看 然後我們來驗證一下 就是Charlity給的... 不過你會發現 其實說真的我們自己寫的程式 就只有一個回圈 再加一個print裡面的話 一個敘述而已 其實就只有短短的兩行程式 但是如果你透過AI幫你產生的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開一個新的module 我看一下是不是就是我要的 我把它放大一下看一下 他這邊都簡體字 不過不影響啦 反正就是一個敘述 他說13 他還增加一個變數 hide給他 然後forI in range 1 所以這邊的話呢 他實際上 我是覺得如果你的列數是固定的話 實際上說真的哪有多個變數有點多餘 除非說你這個地方會經常改變 才需要一個變數 所以什麼叫變數 就是你會改變的地方 如果你假設是固定的話 那你多一個變數反而是多餘的 所以什麼時候會需要一個變數 恐怕你們大概有個基本概念 那底下的話我看一下 那這邊有個forI對不對 這邊有個forJ 那這個forJ的話呢 它in range 它是hide13-i 這個概念有點像 反正這個地方 那如果hide13的話 那就13件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喔 它是寫一個回圈 然後去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空白 所以它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寫 其實可以想見 因為它不知道 原來字串後面是可以乘上 幾一個數字 就可以重複 所以它把它寫成一個回圈輸出啦 那意思是說它不知道原來字串 乘一個數字是可以重複 所以主要原因是因為它不知道可以這樣寫 所以它用的寫法 是比較是屬於像Java的寫法 然後底下的話 這個一個J 然後這邊又有個K 哇真的寫得有夠複雜 一個是forI 一個是forJ 一個是forK 我看你們剛看到這個 你都頭暈了 這個是空白是沒錯啦 然後這個把它去除換行 所以如果你不加換行 它會變換 只要print就有個換行 然後這個是星號 OK 然後最後還再加一個換行 哇天啊 執行看看結果是不是我要的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但是它寫出來的實在是太複雜了 有沒有寫兩行 它寫這麼多 OK 是 可是你那個畫面好像沒有反覆 結果哇 大概有幾個地方 我覺得是可以挑毛病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那個 簡體字啦 我覺得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看到這個 當然也是不影響 可是就感覺就 不太OK的感覺啦 再來就是說它的變數啦 這邊其實是可以不需要的啦 OK 除非說你要去控制它 不過它這個有一個優點 就是將來 假設你要輸出的 如果不是13個 如果你假設要輸出的是20個的話 你這邊 假設改一下有沒有 直接執行的話 它就變20個了有沒有 馬上加大了有沒有 如果它變小的話 比如說7個 執行一下 它就變7個了 所以 這個變數的好處是說 加了一個變數之後 可以控制它的那個 三角形的大小 有沒有OK 不過啦如果有需要再加 但如果沒有需要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 固定就是13 那你加了等於 讓這個程式變得 比較不容易理解啦 OK 好 這個是 ChartGP得到的結果 但是其實也可以 再第二個挑剔是說 它為什麼寫這麼多回圈 主要原因啦 我剛剛有講 它其實應該是說 它不知道 原來那個 這個 置串是可以乘上一個數量的啦 OK 所以你這邊可以把它精簡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就 Gemini Gemini輸出結果看一下 好像 他們是不是超同一家的啊 感覺好像 只是差別在哪裡 差別是簡體跟繁體的差異耶 OK 複製一下看一下 感覺好像蠻像的耶 貼上一下 OK 放大 而且 連那個空白的位置 好像都蠻接近的 只是說 它這邊改成input而已啦 剛剛是直接是13 那現在的話呢 是說請輸入幾個 有沒有 它這邊是直接13 這邊把它改一下 其他好像都一模一樣 有沒有還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它這邊是J對不對 它這邊下面這個應該變K 可是它這邊還是J 理論上應該把它用成K 會比較OK啦 因為如果假設你不同回圈 最好變數名稱 最好不要取一樣的 不然的話呢 你的變數可能會 隨著上面它的池而變更 但是我不知道它這樣結 如果假如說 如果它這邊輸出結果 我看一下好了 因為它輸出之後的話 這個其實它等於是 應該是要加一個1啦 1豆點有沒有 但是它這邊沒有加1豆 不過各位講喔 以後如果假設 你看到range的後面喔 假設它沒有1豆點的話 也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預設值是1 所以如果1豆點喔 你是可以把它省略掉的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看到這個 你不習慣 你可以把它加上去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13個好了 有沒有 它差別是input而已 OK 一樣耶 可以耶 那如果20個呢 也可以喔 那如果7個 也OK 所以 左下角那個被切了 這哪裡 左下角 左下角 就是等腰三角的 它看有一點點 喔 這個地方喔 欸 這邊也切掉了 還是因為是解析度關係 這邊好像也是一樣 我們剛剛 欸 我們剛剛好像沒有問題 喔 那有可能是這個地方啦 所以把它改成k看看 OK 試一下好了 這其他要不要改 i加1 欸 這也用i i的值 把它執行一下 反而它這樣寫 我反而比較不容易理解 欸 一樣耶 OK 所以你這個可以再參考看看 就是它這邊的話呢 變成用兩個回圈 去分別輸出空白跟星號啦 那當然結果一樣 欸 可是這邊好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解析度還是什麼 我再看看好了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就是這個地方喔 如果用那個 這個ai的方式輸出的話 結果其實是OK的 那只是說呢 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啦 就是程式一定太複雜了 所以啦 如果假設你自己寫的話 那你不如寫這樣吧 那頂多是說 你的這個數量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input 做一個變動 那我前面有講過啦 像一般的那個考試 很喜歡考 所以 我有在雲端上面 有放了一個資料夾 就證照考試相關的 所以如果假設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那個什麼 證照考試 判斷商證照 這個是 我把它收集一下 我自己考的證照題目 就這個喔 第四類裡面的話 我裡面剛好有一題 就是40 40… 410吧 這邊就有一個 繪製等腰三角形 那其實喔 題目講的就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的上面 前面只需要輸出7而已啦 有沒有 輸出7 然後得到結果就是7個 信號 前面就空白 所以啦 如果假設你會寫剛剛這一題啦 你用到這個題目 應該就覺得蠻簡單的 差別只是說呢 它需要一個input 讓它可以輸入幾邊 輸入多少 多少邊長 它就輸出幾個 OK 所以請各位 如果要延伸學習的話 不妨你可以看一下 雲端上面 我有放一個叫 證照考試相關 證照考試的這個資料夾 然後它是在第四類 那你說老師 那其他題目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你們 我建議你從第二類開始看 第二類的話 比如說第202題的話 倍數判斷 這個我想你應該也不會 這個喔 就是如果假設我輸出 它這個題目的話 你可以看 它是判斷是否為3或5的倍數 如果4的話呢 就回答4 3 如果是3的話 所以它假設輸出55的話 它得到的結果是55是5的倍數 OK 然後如果你輸入36的話 它是3的倍數 OK 那如果輸出92啦 92就是兩個都不是 not 有沒有 然後如果輸入15的話 那就兩個都是 也就是說呢 這邊基本上 第一個啦 大概一個輸入 input 然後它輸入之後的話 應該有幾種邏輯判斷 這邊有列出 應該有四種 有沒有 第一種是3的倍數 第二種是5的倍數 第三種應該是5和3的倍數 然後第四種就是 不是3也不是5的倍數 所以你要分別輸出結果 OK 這個大概就一個簡單的考試啦 其實我想如果你拍成前面邏輯 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也可以自己可以試著寫寫看 OK 當然啦 如果你假設 剛開始啦 你也許不一定要符合 那個證照考試的規範 反正你就把它試著寫寫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題目的話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 給各位參考